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小卡与乔治的带领下,将分差,再度拉开到11分。 莫杰乔治,已经变得,不可阻挡各种后仰跳投家,后撤步3分。 就连3加1都来了,他帮助快船,锁定了胜局。 乔治全场比赛,18中13,3分8中5拿下,33分6篮板三主攻一抢断。 他是这场比赛,快船的超级攻城,但此意乔治的高光,衬托着柯怀莱昂纳德的低下。 而且小卡太自我,眼里只有篮筐,这场比赛快船的核心科怀莱昂纳德,令人有些失望。 小卡开场3分钟,没有没有出手送出了两次主攻,感觉,他在以团队为主打球。 起料随后他两次无视队友,好为3分出手,紧接着又是两次,篮下个人单打。 两个助攻后的莱昂纳德,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眼中只有篮筐。 单截9分钟,6中2,3分3中0拿下,8分2篮板一抢断。 然而这种情况,在第二截了,仍在延续,第二截8分钟,7中2,3分1中0,拿下5分一抢断。 一次上篮被安东尼戴维斯,直接干扰,一次想扣篮生生,被小加索尔摁下来。 半场13中4,3分4中0拿下,13分2主攻一抢断,虽然是全队最高分,可效率一塌糊涂。 这个球能看出科怀,莱昂纳德,有多么的自私。 他突破安东尼戴维斯后前方,有小加索尔的补防。 其实在他身后的乔治,已经是空位,他突分给乔治。 浩椒可以选择,出手三分或突破,但小卡心中只有篮筐,他硬是要上。 结果被小加索尔,从天下拦截下来,他还贪手,表示不满。 他认为裁判,应该给哨子,结果胡人,发动快攻。 詹姆斯分球波普,完成报告,胡人彻底起誓。 当然这也可能是,小卡没看见,他的大局,关于全场饰演太差。 第三节莱昂纳德,还是眼中只有篮筐,但这一节胡人,让马修斯打低时间有些长。 小卡首节两次被打,成功都是对马修斯,他打马修斯,很有心得连续得分。 第三节,莱昂纳德9分中,7中4,3分2中1,拿下9分2篮板。 三节打完20中8,3分6中1,拿下22分2篮板,2助攻2抢断。 首节两次助攻后,还没增加过。 莫杰小卡,终于送出了第三次助攻。 不过是丢锅的一次,助攻乔治接锅命中,莫杰小卡,拿下6中2,3分2中,0拿下4分1助攻。 全场比赛科怀,莱昂纳德,35分中,26中10,3分8中1拿下,26分3助攻2篮板抢断。 这场比赛乔治的效率,直完爆小卡,小卡作为这支球队的第一核心实在是,太在乎自己的数据了。 乔治却在关键时刻站出来,帮助球队稳定局势。 这就是快船,愿意四年1.9亿,去约乔治的理由。 也是帕金斯力挺乔治,才是快船领袖的理由。 帕金斯直言小卡,不是领袖。 这支快船的领袖职责,是乔治在旅行。 文言小白。 And。 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